美丽人生不过如此 有些人很会装扮 但内心空无一物 你不会觉得它美丽 有些人常住一张精致的脸 却长住一颗自私的心 你也不会觉得它美丽 有些人外表很朴素 但知道如何关心别人 你觉得他诚恳的眼睛很迷人 有些人其实并不好看 却很爱护小孩和小动物 你觉得他善良的心地很动人 美丽 始发自内心的光滑 不会随助岁月的流失而流失 只会随助智慧的增长而增长 美丽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舒服 也让别人舒服 有时候 你被人误解 你不想争辩 所以选择沉默 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解你 因此你认为不必对全世界喊话 却也有时候 你被最爱的人误解 你难过到不想争辩 也只有选择沉默 全世界都可以不懂你 但他应该懂 若他竟然不能懂 还有什么话可说 生命中往往有连舒伯特 这都无言以对的时刻 毕竟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调理清楚 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 那么 不想说话 就不说吧 在多说无意的时候 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在你跌入人生谷底的时候 你身旁所有的人都告诉你 要坚强 而且要快乐 坚强是绝对需要的 但是快乐 在这种情形下 恐怕是太为难你了 毕竟 谁能在跌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还觉得高兴 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平静 平静地看待这件事 平静地把其他该处理的事处理好 平静 莫有快乐 也莫有不快乐 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已经有了复原的能量 与别人发生了一线分歧 甚至导致言语上的冲突 所以你闷闷不乐 因为你觉得都是别人恶意 别再耿耿于怀了 回家去擦地板吧 拎一块抹布 弯下腰 双膝住的 把你面前这张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前景 然后重新反思刚才那场冲突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现在 你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 是不是 你渐渐心平气糊了 是不是 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 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 劳动身体的同时 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绪 而且 你还拥有了一块光洁的地板呢 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你说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 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 如果只是选择吃炒面或炒饭 影响似乎不大 但选择读什么专业 做什么工作 结婚或不结婚 要不要有孩子 每一个选择都影响深远 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你又说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情 就在于人生莫有重来的机会呀 如果当初如何如何 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 这种充满畅然的难难自语 还是别再多说了吧 每一个岔口的选择其实莫有真正的好与坏 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 就不会频频回首去幻想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漫步临间 你看现一株藤蔓赴柱树干 柔软与坚实相互交缠 你感动于这境美帝一幕 让幸福与归属就此驻足吧 你想 不知未来会有怎样一番风雨摧折 也许藤江段 树会道 也许天会荒 地将老 你又想 那么 请时光停格在此刻吧 停格即是永恒 永恒里若有这境美帝一刻 未来可能遭遇的重重劫难 便已得到了安慰与报偿 吃多了健康食品 偶尔你也想肯一肯丫头和严肃鸡 看多了大师名剧 偶尔你也想描一描耳光闪不完眼泪掉不完的连续剧 听多了古典音乐 偶尔你也想唱一唱爱他一千年又恨他一万年的流行歌曲 你知道健康食品对身体健康有意义 大师名剧对培养气质有意义 古典音乐对提升性灵有意义 可是偶尔你其实并不想让自己时时刻刻活得那么有意 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 偶尔的小小放纵 是道德的 灵气充满或许接近伟人 但偶尔的俗气会更平易近人 今天的你 是不开心的你 因为有人在言语尖刺伤了你 你不喜欢吵架所以你离开 可是你只是离开了那里 却末有离开被那人伤害的情境 因此你愈想愈生气 愈有气你就愈没有力气去理会别的事情 许多更该用心去做去想去处理的事件 就在你漫天漫地的心烦意乱之中 被轻忽被漠视被省略了 因为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在生气 在情绪上做文章 这是对自己的浪费 而且是很坏的浪费 毕竟生气也是要花力气的 而且生气一定伤元气 所以聪明的你 别让情绪控制了你 当你又要生气之前 不妨轻声地提醒自己一句 别浪费了 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裳 却舍不得穿 郑重地供奉在衣柜里 过了许久之后 当你在看线它的时候 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 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 你也曾经买了一块美味的蛋糕 却舍不得吃 郑重地供奉在冰箱里 许久之后 当你在看线它的时候 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 所以 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 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裳 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 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 都是遗憾 生命也有保存期限 想做的是该趁早去做 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 郑重地供奉在心里 却未曾去实行 那摩唯一的结果 就是与它错过 一如那见过时的衣裳 一如那块过期的蛋糕 某次你搭火车打算到AD去 中途却忽然临时起意在B地下了车 也许是别致的地名吸引了你 也许是偶然一撇的风景触动了你 总之 你就这样改变了本来预定的行程 然后经历了一场充满惊奇的意外旅行 AD是你原先的目标 B地却让你体会了小小的冒险 回忆起来 你说 那是一次令你难忘的出轨经验 生命中的许多时候不也如此 心无旁骛的奔赴唯一的目的 不过是履行了原本的行程而已 离开预设的轨道 你才有机会发现其他的风景 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心情低落 甚至懒得拉开窗帘 看住窗外的阳光 因此你当然也忘了去看看 窗台上那一盆每天都需要喝水的马格丽特 如此不知过了多久 总算有一天 你度过了心情的低潮 同时也想起了你的马格丽特 天哪 可怜的花 她还活着吗 你战战兢兢的拉开窗帘 却现她迎风招摇 花言可拘 原来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 你虽然忘了为她喝水 老天却莫忘了以雨露眷顾她呢 许多事物悄悄地在你的视线之外进行 而且悄悄地安排好了他们自己 天生万物 天养万物 一切其实无需担心 因为思虑过多 所以你常常把你的人生复杂化了 明明是活在现在 你却总是念念不忘住过去 又忧心冲冲住未来 坚持携带住过去 未来与现在同行 你的人生当然只有一片拖泥带水 而单纯是一种恩宠状态 单纯的以皮肤感受天气的变化 单纯的以鼻腔品味雨后的青草香 单纯的以眼睛扫描远山近景如一幅画 单纯的活在当下 而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 既然没有是非 就不必思虑 莫有真假 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冲冲 无是非真假 不就像在做梦一样了吗 是呀 就单纯的把你的人生当成梦境去旅行吧 逃避不一定躲得过 面对不一定最难受 孤单不一定不快乐 得到不一定能长久 失去不一定不再有 转身不一定最软弱 美丽人生不过如此 转自学佛网 http冒号斜杠斜杠杯 5.swift.net斜杠 收一下滑线34118.htm